好,達拉斯球證看到,明察秋毫 華朗沒有犯規 再給他直線 一個對一個,還有杜摩魯包到 杜摩魯這一下好像有這麼多打Q 是否這麼高張納麻的球 還是他想解圍打不到 他有些運,剷完球之後 緊緊夾著球 他又夾在自己的控制範圍以內 如果不是的話 相信基艾斯有機會在後面 搶了球帶上去就有危險 馬利辛尼,泊爾瑪的教練 馬利辛尼出了名,今年的帕爾瑪 很注重紀律 杜琳 右路,右路帶球上來 好可惜,這球球比布克斯欣還給不到 杜摩魯 艾迪森 艾迪森,巴西的逆位球員也比較新 皮利斯 這球出了新鮮尼犯規 新鮮尼也是一個很有經驗的球員 這下看到皮利斯過了 他擺放了勢,慢了可以看 一級,過了 擺放了勢 一定會停下跌 因為他作為一個中路的手掌 這種意識有很多中路的手掌 在青道夫等球員也會有 一被人過了 就下意識會停下跌對方的球員 顧雲歷 只有角球球過來,沒用了 只有摩利士在中間 但看到幾個黃衣的球員在招呼他 不想回到皮利斯 因為去年打得很好 為這個尾斯爆了幾大的冷門 就屈居在朗屍之後拿到法國聯賽的雅骨 因為打得好,所以班巴的馬賽就買了他 杜琳這球球拿了一球,脫了腳 又是被皮利斯買到來 皮利斯很可惜,又是脫了腳,追不到 暫時看了24分鐘左右的比賽 上半場去了一半 相信大家球迷對於柏爾馬的表現 就覺得他們未加好過 但看起來,其實場地的影響都很大 因為給他球球很滑 球員要急起,也是很困難 保華斯均給了雲歐尼 左邊,又沒有,這球球脫了腳 在後面攔截,沒有犯規 馬賽的反攻 伊莎 伊莎,南菲的國腳 其實說到這兩球球 在世界盃裡傳出的新聞也很多 剛才說過白蘭卡 因為停賽的關係 不能夠對著巴西贏3比0的決賽上陣 另外伊莎除了犯過烏龍球之外 還有一些挺奇妙的新聞 我記得有一間通訊社也拍了一張照片 說伊莎擺烏龍的長波 可能是帶了一個耳機 即是耳桶在這裡 聽除有關人士叫他怎樣打 但當然這些也是天方夜談 不會有這件事 但當時能夠買到這些新聞 證明傳媒都很會發掘 除了他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說話 就是華朗的阿根廷球員 賽前是世加普都沒有正式揭幕 有傳說阿根廷22球員陣中 有一個被冤出食出禁約 就是現在追蹤門將波這個華朗 但終於阿根廷的國一腿 就蓋住這件事 從來沒有公佈他究竟是不是華朗 終於華朗也沒有問題 踢足所有比賽 至於這兩隊球 其實過去十年來發生了很多很多事 哎呀這個球危險 這樣搞定開紀錄 真是大件事 巴蘭卡 老貓燒鬆 這場球是靠他的 靠他令到自己的隊伍不要犯錯 但是他在上半場的26分鐘左右 犯下最重要的錯誤 回傳不夠力 給機會主義者 基斯普阿根廷國腳射成1比0 這個也是基斯普在歐洲足協盃裡的第六個入球 很少見到巴蘭卡會犯這種錯誤 反過來不夠力 這個時候已經是補得救了 亦都不關門 只有補拉圖事 基斯普 這樣阿根廷直的前鋒 就撿了一個超熱辣的尖隊 這個環境亦都是再看一次 對著巴蘭卡 真正的老貓燒鬆 不相信在較後時間 巴蘭卡一定要用自己射球的材料來將攻贖罪 這個球員去年入了11個法國聯賽的入球 是馬賽的首席射手 打青道夫的他有很多機會上來助攻 都會有效用 除了之外 基內亞國的卡馬華 即是我們剛才提到明年會打利物浦的人 要早點熱身 馬賽一定要變陣 但問題是巴蘭卡 需不需要那麼早 上半場他們球打位手突擊 但會否等到下半場 手到還是輸了0比1才變 雖然這樣輸了球球比較意外 亦是一個 完全是自己後衛的犯錯 令到自己球隊輸球 但不應該那麼早改變部署 應該繼續踢下去 踢到下半場馬的時間 如果紀律維持不變 就可以作出一些調動 去逐漸 如果現在太早動 可能令到後防 更加多空位 反而柏爾馬 會有更多機會 因為這群球員 絕對不可以創造他們的創造能力 即是像波爾多犯的錯誤 不要再犯了 待會再說甚麼錯誤 富莎 今天右路比較靜一點 剛才說的準決賽 麥柏爾馬對著另一支法國球隊 因為波爾多失球 傾全力反撲 利用傾全力反撲 令自己後防很空虛 柏爾馬進入球球 贏6比0 環境最後再看一次剛才的入球 即是想不到 這些事件其實很少機會 會在白蘭卡身上出現 華龍 右角球邁進來 鐵門角球 給了寶拉圖 把球接著 球證說球出來的時候 由於外彎 對,出來的時候 球在高空已經出了底線 所以球證 追補一個龍門球 蘇格蘭直接球證 達拉斯世界盃中 亦有份做正球證執法 是屬於蘇格蘭一等一的球證 剛才我們說過 加拉斯世界盃中 聯賽提早奪得超級聯賽的冠軍 三不連擊敗 謝魯迪是由他執法 還被球迷扔傷了頭 接著他講到明話 劉浪將會再對謝魯迪 爭奪就是蘇格蘭杯的決賽 他不怕會繼續執法 這場比歐洲足血盃 亦由他執法 可以說屬於五月份 歐洲最隻手可熱的球證 至於現在領先的魯迪馬 其實 如果說回14年前 他們還在意大利夾丙組 10年前才升上意大利夾組 想不到 這次已經是他們有機會了 絕對有機會 第三次獲得歐洲三大杯賽冠軍 第一次是1992至1993年 歐洲杯賽冠軍中決賽 3比1擊敗了 比利時的安特衛抱而捧杯 接著是歐洲協布1995年 贏了祖雲達斯 亦成為冠軍 簡直是意大利球譚 近這10年來 最神怪神奇的神話 帕爾瑪 基斯普 把球彈上前面 想讓自己的拍檔機艾莎 伊莎小心一點 伊莎隊都是屬於一個 比較上操資大業營的球員 結果一個分析一個 他的問題不大 剛才看到古比斯 馬賽教練 打到接近上場有30分鐘 1比0 基斯普在大概4分鐘前的入球 為帕爾瑪打開紀錄 杜琳 華朗第一時間帶過來 空手位負伸 再按過來 又沒機會一拿 哎呀 這個球員是遠處剛剛中的網頂的 華朗入試本時間靚了 但球跳下跳下 是否比較難把握呢 亦都是比較前了一點 令到他要貪盡的腳 他要貪盡的球 僅僅彈了一彈 立即記起一個入球 就是1974年世界盃 巴西對著荷蘭 荷蘭有一個類似的入球 飛到盡不去 不過當然那個球是鏟得更加盡 鏟中的死角 這個球華朗的鏟球也鏟得不錯 不過高了一點 沒辦法 不是高了 我想寶拉圖又要撿球出來 沒有反應 哇 後面計到的背脊 我們看到20號的基艾莎躺下了 五大球正說繼續比賽 卡馬賽的球員 夠不夠體育精神 夠 把球踢出界外 虎雲力把球踢出界 兩個前面的殺手 基斯普和基艾莎 其實外形看內踢球的動作 各方面都幾次 不過大家如果要分別他們 就是基斯普會比較高大一點 剛才如果你看到遠處 有個矮小的那個 就會是基艾莎 這個球的犯規動作 其實有一點從後撞過來 那些撞正 可能撞到大陣 美龍骨的位置 相信可能撞一撞 應該會沒什麼事 幸好被人撞背脊 這個前鋒的驚艾是沙 不是基斯普 如果基斯普 賽前是有負背箱上陣的 如果又撞到背脊 可能是雙上加雙 剛才拍檔說 95年 一拍二萬能夠獲得足血盃 再看看這個浮游箱 看看這個入球 賣得來 就是華朗 貪得盡力 當時整個組合也不錯 富莎也很聰明 給一個後上的球員 因為他完全沒有人撞 相反兩個前鋒 即使沒有驚艾沙 亦是給對方的球員 一個看一個看得好實 華朗也撞過來 慢了半步 被巴勒拿到 巴勒又來挖 這次輪到巴勒 就慢了一點 富莎信把他的球 就是踢前 似乎沒有什麼大問題 驚艾沙 不能出回來 但是這樣被人 激激的背脊 看來他都很傷 會不會更近 這個驚艾沙 其實在近這幾個月 意大利國家隊的比賽當中 他都有上陣 對著丹麥的時候 他也是正選的球員 杜林 不知道是否故意漏 華朗留得挺漂亮的 無可惜就是 這球給驚艾沙 都拿不到 股能力有一點點 倒一倒 導臨就跌倒 華朗 看見到杜林 升翁 跳頂時 真可憐 看看這球 寶賀斯 馬上被華朗 華朗第一時間把他的球傳中 其實進攻節奏很快 不可惜傳得比較高 和盲門被寶拉圖接觸 反攻 比利斯 馬上說沒有賽 比利斯 如果中場有人幫忙 扔下球的話 自然會偏向自己 比較自然會打的右翼位 我們剛才提及過 去年打的美斯 他也是偏右邊的邊數 今年要多了一點點 走在中間 說回1995年 其實柏爾瑪和祖雲達斯 在意大利的甲組和捉血盃 鬥得很燦爛 柏爾瑪就是憑著有限度的經驗 實力不錯 但經驗一般 對方挺新的 分別在聯賽中 就是展貴力迫祖雲達斯 最後在皮冰之下 只會拿了跪骨 在這方面突破越位 幸好最後有個球要生出 我們一會兒看看 這個就是... 9號 看看就是...